那裁切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上去 我們所謂的這個馬克杯的熱壓器 那這個馬克杯的熱壓器是屬於美國的 氣壓式的這個熱壓 那現在目前它已經在熱壓 因為它熱壓的時間要三個鐘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提早做這個預熱跟這個加熱 那它這台機器的特性就是說 它在它這裡面有一個很小的那個空氣棒 那當這個空氣棒 有一天它壞掉的時候沒有關係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去修復它 那你不修復它這個大型工廠如果有那個 所謂的空壓器的時候 可以直接接空壓器進去 就不需要去使用它這個這個空氣小棒 就可以去推動它 那這個機器它除了什麼爭取 這樣熱壓以外 它可以去調整它的壓力 來達到這個不同產品的上場 那醫療花粉會使用到什麼 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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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在 我們就是說在這個空白的壓力 那個馬克杯上面 把我們歡迎出來的這個轉移值 直接貼附 用這個帶熱膠帶 直接貼附在這上面 然後放下去做熱壓 那這個設備因為它熱壓時間比較久 那我們也可以把我們分出來的 放在這個熱壓台上面 那這個熱壓台呢 它的溫度秒數的控制 是依不同的材質 來去做設定 並不是說 每一樣東西都是固定的溫度 或者是固定的這個秒數 那像我們現在要轉印的這個衣服 我們現在把它設定在200度 那為什麼這邊是出現已久 因為說 因為我們這個溫度 它會有所謂的正負差值 因為空氣流動 那這個是並不影響我們的生產品質 那你就可以了 那當這熱壓下去的時候 我們在設定的時間裡 30秒 用30秒的時間 把它做所謂的昇華 直接轉印在我們的這個衣服上面 那這個熱昇華 比較適用於在這個 我們所謂Polystern上面 就是所謂排案扇的衣服上面 那如果假設今天這件衣服 也是純棉的 那純棉 它有純棉的不同的資產 就不是用這種方式去做 那 我們那邊的展示衣服裡面 就會有就是所謂的純棉的衣服 那像我們熱壓完成 那 各位特別的先注意一下 其實剛印出來的顏色 跟它最後做出來的顏色 最後做出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到 他們的專業人員 必須從這樣的顏色 馬上反映出 做出來做顏色的一個實際的部分 其實那個落差是很大的 這個熱昇華印出來的顏色 兩個鼻線 看一下喔 一個是墨水 印出來是這樣 可是最後實際做出來的部分 是這樣子的實驗 鮮艷很多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個技術上面 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專家如何從這樣的一個部分 馬上反映到這樣 這個裡面就是很重要的色彩管理 這個色彩管理的技術 我們會在課程上面跟大家來學習 掌握這種技術的人員 全台灣也是五個手指頭 數得出來而已 所以這個都是珍貴的珍惜的技術 你可以看到從這個畫面上面 這差很多 那我們現在這個馬克杯 他也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在輸出到轉映 我們在五分鐘以內的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產品 來 我們把馬克杯跟T恤 擺在一起 來 您可以看到 那這個技術叫熱昇華 什麼叫熱昇華 就是由熱 我們要上腹部體 直接把它變成是汽油 把這個人握手做所謂的古畫 小心一點 很燙 不好意思 來 不然我們放在桌上再拍一張 好 來 各位可以先取鏡 來 先比較一下 一個元才 一個馬克杯 一個T恤 他的一個 比較 而且最愛元才是反向的字 顏色上面是不大一樣的 所以這樣的東西做出來 設計人員跟技術人員 他的落差 怎麼去調整 這需要很大的實務經驗 這在課本上是學不到 那擁有掌握這種技術 其實他的產生的技術效值 就相當高 好 好 來幫我撐一下 來 撐一下 好 好 我坐坐一下 好 那幫我撐一下 來 行 辛苦 好 睡 好 好 好 夫 소리 好 能分析